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天下午的话店里是有618的年中大厕 Q32.0的介绍一下 Q32.0的话展厅没有展车 在2.0的私林时尚的话 它的现在的一个落地价格 落地价格大概是在25万 因为它也是都是享受过之税减半 过之税减半2.0T的一个排量 190匹的一个马力 外观的话跟其他的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是配置上的一些区别 这个动力的话是更加要高一些的 摄影师流口水了 车轮好看啊 这款车的话也是一个19英寸的一个轮毂 非常的酷炫 欢迎借书胜啊 欢迎用心爱一个人 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宝贝啊 欢迎大家 欢迎陈某人啊 欢迎 Q3的话现在全系都是享受过之税减半的啊 现在你想买个2.0T的话 跟买个中配的价格是一样的啊 是非常优惠的 Q3时尚1.4T的落地多少啊 你想要一个低配还是中配啊 像低配的话 现在落地价格大概是在23万啊 中配的话落地价格大概是在个24万啊 都是享受过之税减半的啊 享受过之税减半的 裸车价格啊 裸车价格在21万左右啊 加上这个一半的一个购置税 加上保险啊 落地价格大概就是在23万啊 中配 中配的话裸车价格是22万 它比低配是多了 多了1万块钱啊 落地价格的话就是在24万啊 大概是24万 明天下午的618的年中大促活动 是可以做到24万以内的啊 可以做到24万以内的 Q5有限车吗 Q5是有限车的啊 Q5的话店里是有私立室 上司令豪华都是有限车的 而且都是享受过之税的